犯了根本戒可不可以再受戒 犯戒和破戒是一回四还是两回四 戒时 菩提之根本 如果不认真的 实际 你决定不能成就 无论哪一个法律 大臣小臣 宗门教下 闲教御教 为什么不能成就 他是因戒得定 你不持戒 刚才讲了 那个清净心 你决定不能先行 你没有清净心 念佛都不能往生 然后你就晓得戒律的重要 这个戒律形式上受不受 没有关系 决定不重要 或者没有受过行事戒 我们看到往生的人很多 甚至于还有一些往生的 还没有受过三规 他念佛往生了 那是什么 行事上没有受过 实质上他全得到 所以 实质重要 行事不重要 实质上的肩 要学 我初学佛的时候 张家大使常常教导 他非常重视 教我持戒 学一条 做一条 这一条你就受持 这个是实质 我们没有在戒谈 法师那个地方 去求修戒 张家大使教我 依照这个戒律去做 一条一条去做 学院看看自己能做到的 学院做 做不到的 放在那个地方 以后再去 学院做容易做到的 这样自己就有进步了 所以一定要坚持 从哪里学起呢 从实战学起 从无界学起 不可以好高 无远 一步一步往上提升 这是正确的 凡是好高 无远 都不会有成就 老老实实地去做 所以我希望同修 从实善业下落 决定的 要以教父系 其心动念 言语造作 以这个为标准 这个标准 是祝佛儒来的标准 祝佛菩萨 教导我们 所有一切的 这个戒行 都是以实善为根系 那么最近 我们讲的这个 十善业道经 你听听 你就明白了 现在我们讲到 三十七道品 无根无利 哪一条 都不能离开实善 离开实善 那就都落空了 所以实善业道 是我们最根本 最基础的戒条 这个射条做不到 其他的 可以暂时放在一边 这个射条做到之后 再向上提升 那就可以 convert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